手柄支架 我们需要十字螺丝刀将两头螺丝捏紧 手柄支架安装完成 接下来进行第二步 手柄的安装 首先我们将枪头半指支架上 然后安装插拔键 手柄需要进行水循环制了 所以下方有两个水孔 首先我们先对准下方两个水孔 进行上下移动 现在滴滴两身 手柄安装完成 后进行紧接第三步 那么一期倒垫时 只有一个注水孔和一个溢水孔 两头有一根胶管连接 首先我们将蓝色胶圈摁下 将胶管取拔出 就当也是 将蓝色胶圈摁下 胶管拔出 那么这时胶管是不需要 不需要了 可以直接扔掉 胶管移除 胶管移除后 紧接给水箱注水 这个是漏斗 将胶管一端插入注水孔 可以啊 胶管插入注水孔后 给漏斗注水 加的必须是沉浸水 精油水或去离子水 不能加自来水或看清水 不能加自来水或看清水 表示水箱移满 这时可以将胶管取出 也是将蓝色胶圈摁下 将胶管拔出 直接拔是拔不出来的 必须先将胶圈摁下 再将胶管拔出 好 此时水箱移住嘛 那么水箱的水是要更换的 为期期七到十天 七至十天后 不论仪器有没有使用 在这期间 那么我们都需要更换水 那么这儿有一个放水孔 我们将螺丝扁开 水位成弧线 放射出 那么放水的时候 必须把里面的水放干净 将快放干净的时候 稍微清洗一气 使其排得更干净 水放干后 再重新注水 好 第三步注水完成 那么紧接第四组 连接电源 那么仪器在没有加水之前 是不能够通电开机的 必须水箱注满水之后 才能通上电源 好 移气到电汽到电池 紧急开关 是按下去的 那么我们首先得加蓝色 红色按钮 向下向右的力 弹跳 弹起 然后插入钥匙 然后插入钥匙 右掌 进入水滴界面 随意清除一点 会进入这个界面 第一个是一代传统点证模式 下面是SHR 无痛派上模式 首先我们进入点证模式 脱毛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第一步我们将雪花制冷全开 将枪头放至低处 进行水凶发 轻轻放至地面 那么在水枪制冷当中 我们进行能量调节 上面有三个5.0 这个叫脉冲 是等值的 都是调制5.0 下方块有两个15 这叫脉冲间隔 脉冲 那么它们是可以调节的 清除变成红色后 可以进行加减 这是往上加 调节完毕 清除 返回白色 这个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调节的 下方也是 清除 变红 后进行加减 调节完毕 再清除 返回白色 那么在 这有个200 200的话 它表示是卖出 能量作用于皮肤的一个时间 单位是毫秒 中间的三 是代表脉冲的一个个数 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三个5.0 那么它最高可以调节至五 一般调节至三个 后面紧接的两秒 是一个出关的一个间隔 那么在这下方的话 有两个阿拉伯数字 前者是代表仪器生产开机以来所使用的一个发数 比好比这台仪器 那么目前已经是使用了2101发 那么后面0代表的是此次开机以来所使用的一个发数 在屏幕的最下方 这代表的是一个水循环正常 第二个 灯泡 四个 发光正常 第三个 通电正常 26摄氏度代表的是一个水箱的温度 那么当游器使用平凡水箱升温至35摄氏度的时 我们先将游器关机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进行操作 那么超过35度时绝对不能继续操作 屏幕右侧上方有个IPL代表的是一个能量 那么在后期我们调节的一个能量 够不够是主要在这进行加减 那么调的一个幅度 不能超过两个 不能超过两胶 比如说 当能量还不够时再加两胶 绝对不能够从10跳至15或者20 跳的幅度不能过大 那么一般我们是从10起调 10是一个安全值 就是皮肤任何皮肤度能够接受的一个安全值 下方摄氏 代表是摄氏一般我们调至5到8之间 那么当一次使用平发后期能量有衰减情况下 我们再进行往上加 好 现在能量调节好 我们可以开始准备 1010起床头以制冷 开机充电之后 头两枪能量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一般不自用于皮肤会对地空泛 好 这么那这就是一个点症模式 下面我们 让我们进入快散模式 脉冲 第一个是脉冲 一般我们可调至1.5或者2.0 调节时也是新处数字 然后当它变成红色时进行加减 调至1.5 调节好后再次新处 脉冲下面是频率 频率代表的是出光的一个快纳 一般调至7到9 赫兹 也是清处 然后进行加减 最高可达10 那么一般我们会在7到9之间取个中间值8 调节好后也是清处 使其返回蓝色 这种必须全开 当我们进入界面它是这样时 那么我们必须往上加 这种全开 墙头也是放在低处进行水循环 下方第一个代表的是水性的温度 目前是27摄氏度 也是一样的 当它超过35摄氏度时 一切不能再继续操作 必须关机 让其休息 第二个水循环正常 第三个点灯正常 第四个通电正常 那么 这个也是一个 开 一切生产开机以来所使用的历史发数 或者也是一个此次开机后使用的发数 那么能量我们从17条 那么能量调节完毕 那么能量调节完毕 水枪 手柄枪头已至了 我们可以进行准备 首先这一通放两仓 好 那么还要强调一点 频率和能量是相通的 当我们调制80 能量最高可调制20 当我们频率调制70 能量最高可调制25 不能往上加了 它是相通的 当我们此次快想 发数使用超过700发的时候 我们得将仪器进行关机休息 下面我们进行食操的演练 首先将治疗部位的毛发 轻轻刮除 由1到2毫米 毛发刮除干净 再进行清洁 清洁完毕 涂上薄薄一层凝胶 首先我们进入点阵模式 此时枪头与智轮 对地空放两枪 对地空放后 首先在自己手腕上进行能量的调试 能量合适时 再进行自己肤色与顾客肤色的颜色对比 当肤色越白时 承受能量越高 当肤色比较黑时 承受能量会比较低 因为它吸关比较多 痛感会比较强 所以当顾客的皮肤比较黑的时候 你感觉能量合适 能量还得再往下降 当你觉得 当顾客皮肤 肤色比较白时 那么你感觉能量合适时 我们可以加两个 然后在顾客手上进行操作 凝胶涂抹 均匀后 探头紧贴皮肤 停留几秒 再按红色按钮 进行发射能量 那我们操作时 一定要注意 枪头必须紧贴皮肤 不能悬空 不能漏光 也就是不能虚贴 必须是紧贴的 那我们打下一枪时 必须覆盖前一枪的三分之一 并询问顾客的一个感觉 如果顾客感觉没有任何感觉时 我们能量得进行加强 再往上加 两个两个往上加 直到对方觉得有 稍微点点刺痛感 然后我们能够闻到毛发的一个 无焦味 能够看到毛发卷曲时 此时能量是合适的 那么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参考值 点正的话我们做四遍 这样 这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那么这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说顾客他的一个毛发 比较万顺的话 我们可以加强 多做一次或两次 如果他皮肤比较敏感 那么我们可以适当地减少次数 做三遍 在这个操作当中 一定要注意的是 必须是紧贴 不能悬空 不能虚 那么这个姿势化 它是没有固定的 如果说对方的一个手臂 比较细 比较瘦的话 枪头不能紧贴 那么我们可以竖的 没有固定 必须是横的 或者斜的 但一定要注意的是 必须是有规律的 全方位都操作到 好 那么这是一个点针的演练 接下来我们 操作完毕之后 待机返回 再返回 进入快闪模式 能量调剂 能量调剂时 置冷全开 然后准备 对地空放两枪 后在自己手上 进行能量的调试 10厘米为一个距离 然后滑动两三遍 能量 能量合适 再进行顾客皮肤对比 当顾客皮肤肤色 比自己黑时 那么能量进行降低 那么此时能量是合适的 在顾客手臂上进行操作 10厘米一个距离 匀速滑动 两三遍 此时顾客感觉是温热感 如果顾客没有任何感觉 那能量是不够的 能量得两个晚上 两个晚上加 直到顾客有温热感 那么在进行快闪时 一定要注意一个长度 10厘米一个距离 不能15或者20厘米 必须是10厘米 匀速滑动两三遍 必须枪头紧贴皮肤 不能悬空 不能悬空 不能漏光 我们必须是枪头放至手柄上后 再进行示范能量 不可以先放能量 再放手臂 那么快闪我们给参考姿势 表两遍 这样围一遍 两遍 快闪演示完毕 待机返回 12000 嗯 嗯 嗯 1 2 2 3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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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1 1 2 1 1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